关键市劳工局推出鸡婆专案 鼓励民众发挥鸡婆的精神检举公安问题 劳工局收到通报之后会立刻派员前往稽查 共同回护劳工的安全 钟英如的报道 高雄市今年上半年直载死亡有20件 6月份跟一口气发生了6件 其中5件是微型企业的小型工程 劳工局加强动态稽查 如果发现路边小型工程有安全疑虑 立刻要求停工改善 更推出了鸡婆专案 希望民众当劳检处的眼睛发挥鸡婆精神 劳工局长郑肃林说 鼓励大家如果你走过 发现这个工地好像安全帽也没戴 安全带也没戴 好像有安全上的问题 我们鼓励市民大家拍照 传到我们劳检处了 我们就马上派人去看 因为毕竟有一些小型工程 可能是在巷子里面 劳检处60几个人力 没有办法深入到每个角落 我们会希望当我们劳检处的眼睛 就是大家再够够一下 因为有时候你管闲事 你鸡婆一点 你可能是救人家一条命 鸡婆专线09-058-70-885 劳工局接到通报 就会派员到工地调查 而除了鸡婆专线 民众也可以打1999市民专线 或者是向市长信箱 劳工局信箱来反映相关问题 尽管记者中医术高雄报道 在由区来的항务 不大 谢谢大家